各位朋友们我在贵阳 按照我的听单呢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吃宵夜 说到宵夜就不得不说贵阳烤鸡 这家烤鸡我来了贵阳五次 来吃过四次 然后我对比了三四家 这家相对来说 是我个人最喜欢吃的 贵阳的天气特别凉爽 所以我们选择走路去陕西路 而且陕西路上还有各种好吃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 他们家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凉三 好凉三 好凉四 好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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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到上面陕西路 就到了 我们先要来了 喂 不要说话 你怎么才来的 喂喂喂 我在人民群中有形象做什么 好像确实今天来贵阳来的有点凶哈 那我看你们东西怎么好吃啊 就在前面 这条路你们半夜三四点钟来 都有各种吃的灯火通明 随便选一家几乎都不这么采雷的 哦就在这点 我们先点一些有的没的 他们家的这个 鸡豆腐 炒辣椒炒米皮 来这种菜香 他们本来烤完之后都会剪开 我是专门跟老板娘说了 要要整个的 包想吃的都点了一下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旁边买点别的 好了 我要去营业了 来 本人比那个视频上面漂亮又好看 真的 还有谁 还有谁 太热情了 这条街上有很多好吃的 这里有一家现炒的那种 惠阳特色菜的盖椒面 我们来打包一个 你好 打包一个 半斤面 你认识我吗 叫什么名字 说啊 说不出来把大片删掉 哈哈哈 对面的那一家炭烤腰花也好吃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烤的那个牛肉串也很好吃 我们真的因为时间紧张拍不了这么多 哇 我的菜都上齐了 哇 这个长面 看到这一桌你难道会不想来贵阳吗 我先把我的面货一下啊 这是我打包的一个板筋带椒面 我最喜欢吃的炒板筋 其实这条路上真的有好多好吃的 一天一条视频根本拍不完 我真的很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 真的吗 真的 我好感动 真的要做自己 谢谢你 谢谢你 这种最美 加油 好 加油 我先吃一口这个面吧 它里面这个板筋真的很好吃 就会吃一口 吃一口 接下来我们先来办正事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它 他们家的烤鸡是我喜欢的那种外焦里嫩一点的 就是有点烫 不用再任何调到都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这是我点的米豆腐啊 这个叫爆炒米豆腐 我蘸一點這個料汁 它裡面的花椒辣椒特別加分 雞翅 之前來吃我們沒有拍的時候 它都是上來接都是全部剪開的 我覺得這樣不剪會更好吃一些 真的跟萬地的烤雞不一樣 這個味道感覺我可以吃兩隻 接下來我們吃一下這個菜 哇這個貴陽的爆炒系列真的巨好吃 他們有鴨血有各種 我就點了我喜歡吃的米豆腐 把這個搞爛了 放在米飯上面 來到洋芋國怎麼能不吃洋芋呢 幸福指數拉滿 姐妹們 你看到這裡應該知道我為什麼喜歡這條街了吧 今天桌子上這一切只拍拍了這條街 5%都不到 這個吃他們家的糟辣椒炒米脂 這個應該是果然噴假腸的味道哈 子佳載家一會一會超級菜 真的很好吃 天啊這種糟辣椒的味道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個雞腿了 嚐一點點這種乾辣椒米 這個好嫩 他們家真的什麼都好 就是如果你來晚了以後 雞腿跟雞翅就賣完了 你就只能點整隻雞或者半隻雞 因為我不喜歡吃雞生肉 是我後面加的米花肉 這個糟辣椒 這個糟辣椒 真的幸福感拉滿 有沒有喜歡吃雞皮的姐妹 雞花肉也不錯 但主要是烤雞 我感覺我走到哪 哪家店我都要去吃這個糟辣椒蛋炒飯 它這個味道真的是動作做不出來的 我吃到現在了 還是能被每一口雞肉驚艷到 貴陽真的是個寶藏呀 我來了這麼多次 還是能被源源不斷的新美食感染到刺激的 好了姐妹們 如果你正在貴陽玩 或者你準備來貴陽玩 不知道吃什麼的 趕快收藏我的清單 我們下一家店再見 拜拜